台北游泉 台北游泉 所以保持閩南式的村門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村門 而且本人那時候 要去台灣的時候 是為北門走進去 走到這裡 走到這裡 台北游泉 為破壞路的方向 走進去 旁邊這是舞台車 再來 現在來看看他現在車了怎麼辦 哇 哇 一聲就 一聲就為了 這個 三天保衛兵來的橋 都這樣 馬上就跳完了 我為什麼要來看呢 因為這個門 對台灣來說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歷史的地標 所以一定要來看 也一定要去看 讓大家知道 好 這樣 大家看完這情形就這樣 我現在還會把他 存檔放到Youtube 作為歷史的建設 大家再收看 好可怕 好可怕 好可怕